疫情在中国死灰复燃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 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中国新增130宗确诊病例 这是中国连续第四天单日新增破版 130名的新患者当中 就有115宗是本土感染 当中依然是河北和黑龙江省占最多 引进疫情升温 中国政府紧急在重灾区 也就是河北石家庄复制火神山 赶工建立隔离中心 周治病患 中国疫情卷土重来 全国严阵以待 最近这四天 中国新增病例连续破百 在过去24小时 中国新增的130宗病例当中 河北就占了90例 而黑龙江则是23例 由于疫情重燃 曾为武汉建立火神山 方舱医院的生产企业 再次展现了中国速度 如火如荼 24小时赶工 在重灾区石家庄建立新的隔离据点 预计能够容纳超过3000名病患 据了解 有关隔离据点面积大约 6万9千平方米 工程是在星期三开始 预计三天内完工 我们房间有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床 被入之外 我们的其他的设置 一人俱全 包括有独立的卫生间 做到这个 另外还有我们无线WiFi 可以满足居住者的这个上网要求 河北省疾控中心表示 新的隔离据点将采取一人一间 不能出房间的隔离模式 而一天三餐都会由专人送到门前 如今河北疫情升温 中国政府也赶紧限制当地超过2000万人的行动 民众受处原地过年 而他们也做好了万全准备 无论是派发医疗物资 或是日常用品等等 都万无一失 我们对于一般性质的病人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尽量的微信和电话给他进行诊断 当我们有慢性病药 必须要吃这些药的时候 我们就配送到小区门口 石家庄自2号宣布新增本土疫情 和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之后 全省在5号进入战时状态 8号起也规定人车禁止出外 全部居民居家隔离 这个组织的肯定是在3阶段里的一批